你願意嫁給我嗎 五 四 三 二 Alright 我是Benji 這是TheBenjiShow 大家叫Benji 今天的節目是 International求婚 我跟今天在一起 最近兩年 今天是兩週年在一起 我記得一年前 她常常常放我的手機 她剛剛跟媽媽講話 媽媽說 我兩年以內跟你在一起 你沒有求婚 我們要分手 因為我要找下一位 然後我就覺得 這樣子很有壓力 Oh my god 今天是正好兩年 我還沒求 那主要原因是什麼 我不夠浪漫 我想不到怎麼求婚 我聽她說 這邊有一些人 已經被求婚過的 而且都是一些外國的帥哥 那我就說 其實外國帥哥 到底是什麼求婚的 浪不浪漫 我收集這些去參考 希望Sindy可以給我 延後三個月時間 去策劃 有一天 我就找到最好的時機 最浪漫的環境 然後給你好好的求婚 好啊 謝謝 可以嗎 我就好好去訪問 每一位來賓 被求婚的故事 所以我們要開始 當然是 The Astounding Ladies YouTube Crossover Astounding Ladies 謝謝 你們平常是講什麼呢 我們平常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鼓勵任何人當自己 Be yourself and be a sounder 我們吃喝住行 娛樂都有 還有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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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要去看一下 Astounding Ladies 那今天我們聊一下 Ana的故事 所以你的未婚夫是加拿大 Yup OK 那她是什麼求婚 我們是在夏威夷的時候 她是買了一台GoPro給我 哇 買一個GoPro 對 又買家威夷的機票 就是求婚第一個步驟要花很多錢 對 感覺到了 我們在沙灘上面散步 然後就開玩笑說 欸你是要拍碗嗎 要開始拍 拍傳人影片 傳人影片 把GoPro插在沙子裡面 然後就默默的走向我 然後心跳跳得非常的快 我就覺得感覺不對 然後她就慢慢的就是把我抱起來 然後跟我說 你知道我想要有女朋友在一起嗎 然後我就 就講了一些很水的話 默默的把戒指掏出來 單膝櫃 就把戒指打開 然後就 Will you marry me 所以 她哭了 她哭了嗎 很難 都很累 環境嘛 一個 要用攝影機在嗎 哇很高興 單膝櫃 這次浪漫的話 She was really happy 好像這邊有另外一位 是加拿大求婚的 Ester 去年請教我們去倫國玩 把她弟弟玩 又花錢 一定要浪漫一定要花錢 去度假就是要放鬆 我們就把所有那個景點 全部縮在一天 倫敦 大分裝 就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了一整天 紀錄起車三萬多 Oh my God 我們最後一個目的地是在那個 倫敦之眼 好多人都要排兩個小時 除非你買那個快速通關 也是可能要排一個小時左右 對 所以那個景點可是沒有搭到上面 就覺得好累 然後又好失望 她也特別生氣又特別失望 我就不懂她怎麼搞的 隔了兩天之後 我們的腳都恢復 她就說 欸我們再去一次這個倫敦 為什麼 我們已經去過了 然後她就說 就被我搭到啊 那天剛好就是 我們比較早去 我們就去買快速通關 真的很快就到了 我第一次去英國 所以我就覺得說 讓我們要錄一下 告訴我朋友說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現在在做什麼 因為不是很多人都去過倫敦 對不對 Oh my God Oh my God This is the London Eye 看得到那個大奔走 然後她就突然 然後轉過來說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And now that you're famil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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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講了很多很漂亮的話 然後 不會吧 她在拿著手機在錄旁邊 然後她的手在抖 然後她的手在抖 有這樣錄她嗎 我沒有錄到她的臉 她講話都錄進去 所以 所以 她在看Live 就現場聽到我 Oh my God 她明明了 因為那個車廂很大 所以不是只有我們在裡面 她們就默默要跪一下 就 妳的戒指掏什麼 掏出來之前我就YES了 所有的浪漫前面 都不用掏出來去YES了 我沒有想到她帶著戒指出門 她沒有帶著包包啊什麼的 你一定要 藏好 不要讓她翻 所以要一個口袋很大的 外套 可以藏一個戒指 所以J有幾個節重複了 一個是花錢出國嘛 一個是露營嘛 露營一定要 然後她Sweet的話 Sweet的話 這次沒有 但是 她講到她是第二句話 我就累了 沒有想到她就這麼浪漫 YES了 Love you 她也是在歐洲被求婚 法國了 她的委婚夫是Steve 這次是去年 那是夏朗季 我們跟他家人的旅行 他的家人的旅行 我們去金魚旅行 所以我們去派場 我們去派場 我們去派場 那天 又是非常好 我們在和大陸的藍化 我們做了個藝術 我們在和大陸的旅行 我們走來的地步 我們在每天晚上 走來 跑來 在以肺炎 它非常冷 我們去阿富有 我們去到海派 就是很... Steve had find this like a tour so you just give the wine and just go straight up to the shop 給我花錢 我的天啊 花錢 花錢 這是很浪漫的地方 對 浪漫的地方 我可以 I could just do one round OK let's go This is so cool and so winning He was like no We need to find the perfect spot for the photo He's taking a time I'm like Oh my god And then finally yeah I took a photo and then I knelt down I start crying I was like Will you marry me? I was like No sleepwear 在法國 巴黎鐵塔上 Sweet的話 就不用了 I was probably pretty nervous too Now when I think back I can tell you was pretty nervous But at that time I had no idea how to talk In my own world I was just We need other stuff And feeling tired It's always like at the end of the special day You never tell that they're super nervous But they're like their hands were like all wet 他們除非這麼久 如果有什麼事情錯誤 就很麻煩 不知道要這麼遠回來 要把未來的未婚妻 弄得很累 但是不要借過頭 借過頭 就要回家重來 對 我們都以為法國人很浪漫對不對 對 其實不然 以我的觀察 法國人的浪漫 是在每一天 他們其實 走到那裡都浪漫 看建築啊 那個塔 什麼美術館 無數不太浪漫了 不需要再安排一個浪漫的事情 我聽過很多求婚的方式都是 我睡醒了 然後我就說 你嫁給我吧 睡在旁邊 睡醒了 我決定我要給你生活一輩子 所以你嫁給我吧 他們不會安排一個很大很大的活動 去求婚 這是法國人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如果住在法國的話 環境自然就是浪漫 對 你每天都會講很浪漫的話 這是正常的 這是最好的方式 其實這是最好的愛情 就每天都很浪漫 今天 我收到很多人的故事 其實這個我可能要剪接完之後 回放很多次 然後做很多筆記 希望你可以給我 三個月之前 我會把他們的故事 整合在一起 然後也要花錢 要花 要存錢啊 對不對 我花錢一定要 還要買戒指 戒指不是你馬上買就有 鑽石類都要預訂啊 對 一個月到兩個月 他鑽要紅了 沒有 他一遍 一遍留下來 直接拿他的戒指 他帶過的戒指去 或者是tattoo 我之前有一個俄羅斯朋友 他們結婚的時候 就是他們就tattoo了一個 戒指 那你要趁他睡著的時候幫他談 對 他剛剛會醒過來 我會太痛了 不錯不錯 蠻多的idea 不管是蕭萊姨 法國 是英國 那如果我是安排法國 假如說兩禮拜 我每天都在浪漫裡面 等到他吸收 足夠的浪漫 這個時候 對不對 搞不好我吃完飯打個格 我就拿出來 欸 只要在法國就浪漫 對不對 你會想去法國嗎 這個我讓你去安排 好嗎 但是會有一些事情 我會想要 你可以直接告訴我 我要怎麼去 好 就Sweet Talk很重要 我看一個relationship 一個交情的時候 我覺得 他的誇得體 比較重要 種植 我們量的話 可以適度更換 量 量 我懂 就是鑽石不要太多 一顆就好 也不是說 不要太多 也不是說不要太多 也不是說不要太多 一顆很大顆就好 不用很多顆小顆 對可以做 種植不重量 OK 謝謝大家 也謝謝Sindy 給我一個機會 我很認真嘛 對你很認真 是不是 外國人是這麼求 或者你看這一集就對了 謝謝看TheBenji Show 畫面集 再見 Bye Bye Thank you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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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ing Shaking All right Benji Shaking How hard man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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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was fast 那邊的英文 來 也可以 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那個糖分 哈哈 Shaking 蠻快的 補充一下糖分 要補充糖分嗎 來 噢 Oh my god KT Thank you 每天都有浪漫 其實真的 因為我一個法國朋友 他真的也是每天都超浪漫的 我每次去他 不要跟你 因為那個環境就是這樣 不浪漫的東西 所以你走進去就覺得 什麼見證的很美 然後看到什麼都很漂亮 我剛剛其實蠻浩子的 你可以講一次 然後隔天的男生都說 I should just marry I should V 單溝貴 單溝貴 好棒喔 最佔最佔 單溝貴 我又有點緊張 發抖發抖 我是覺得他剛好在抖 我擔棋貴了 我擔棋貴了 她剛剛有交代啊 妳可以站起嗎 站起嗎 我也緊張了 Cindy I met you And when I met you I didn't think that I would marry you I didn't have that feeling But as time went on I realized I'm an idiot 我笨 我不知道我真的需要的是什麼 然後我需要的是你 因為你讓我更好 我以為我ok了 我沒事我不需要別人 但是我錯了 因為跟你在一起 我看見一個更好的我 我看見一個可以讓我 我貼你還有貼別人去更好 你送我的榜樣 因為你在 因為你真的是我的榜樣 因為你很正面 很樂觀 你在一起每天都很開心 有的時候我覺得 你的開心是假的 因為沒有人這麼開心 但是觀察久了發現是真的 那你有這麼一個 Pure Good Heart 我也需要 所以希望你可以 可以幫我一輩子 你願意嫁給我嗎 不願 我決定 我決定 我應該做功課是 好 Left Hand Kids 你看 我 又可以 浪漫的環境 花錢 你知道 其實這邊有幾個人 我也不見了 大家都有衝刀片 而且我的朋友過敗 對啊 你的朋友坐在 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都在一起 好 我需要坐下 我需要坐下